哈喽 每晚 这两天最热闻的是 美国民主党 投票麦卡锡成为 新的一届众议院议长 投票通过麦卡锡成为众议院议长 投票 投了三天 投了四一次 没通过 是160多年以来 中医院投票最难产的一次 在这种情况 在美国民主制度的情况下 不奇怪 一点都不奇怪 要综合到一个 大家都能够基本接受的概念 不是像蒙古 蒙古 老子说了算 皇帝说了算 不是那样的 现在 在网上的这个 在网上的 人区 人区 不断的嘲笑 说 哇 美国乱套了 美国乱套了 麦卡锡 投票 十一十分通过 嘲笑他们 有什么可嘲笑的 有理有什么资格可嘲笑的 美国的政治制度 就是这样 需要一个妥协 双方多方妥协 获得一个大家的基本公司 那就是美利街 那么像中国这样的 这样的所谓国家 中国这样的所谓国家 当然不需要这样投票 不投票 那是百分之百通过 投票不投票都是百分之百 那是要投票吗 那你们赞成吗 那你们赞成吗 当然你们赞成 因为你们是 人矿人 矿产人 当然你们同意 你们支持 你们二个位 你们不可能 不可能第四个位 也就是说 在美国政治制度下 他们讲究妥协 讲究双方的妥协 就说给让一步 他们美国双方妥协 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美国人 他们都是为了美利街 不是为了他们一个人 美国这个制度 不管他有多乱 有多闹 有多大的问题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利益 就是美利街 这是个共识 不管现在的 现在的美国的政治情况 走到哪里 有多大的变化 他们仍然是这样的 像外来人要插手美国 要干涉美国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美国人 愿意受别人的干涉 除非美国人自己 自己把自己打倒 那美国人才可能倒 从这 车亏的僵尸 那是矿产人 也就是说 我也想说的就是 美国这两天 投票通过麦克西 成为 美国民 美国共 这个众议院议长 这个事情比较麻烦 已经是三天了 可能还要投多少天 不知道 或许是还要投历史上 最多的这个 40多次 或许更长 都有可能 因为他们要取得过共识 因为共和党里面的 节右共和理念的人 他们的理念是 要赶走民主党 那么民主党 你能赶走吗 他是美国人 能不能赶走 所以需要一个妥协 妥协是正确的 因为 因为这个政治 毕竟都是个妥协政治 在西方 他不是一个专权 不是皇帝的帝制 像中国这样的帝制 一句话 你就去死吧 美国没有那法事 美国不管有多乱 他都要归顺到 终究一点 法律的那一点 除非是真正等到 新世界计划 实际以后 那是另一回事情 新世界实际以后 那你和他们 还在吗 都不在了 都没有我们的事 你不要在那里 嘲笑美国的政治 没有你们的事 那是美国人的事 好吧 这个短情谋的意思就是 不要嘲笑美国的政治 美国是个妥协政治 美国是个妥协文化 不像中国 不管你是好人是坏人是对是错 拉出去 赞 赞了再说 美国没有那何事 美国前段时间不是很多乱吗 现在你看乱了吗 都说脚本身不好 你看脚本身上台 住的有多好 脚本身上台 总体说来他住的非常的好 当然 当然矿场人不喜欢了 你不喜欢 那你就离开美国吧 就这么简单 OK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投资我的美食公众计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的